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情之后 许敏自然是不会给明镖什么佣金的 而是很不仗义的请明镖吃了一顿饭 而且连饭店都没有去 而是直接在许敏的家里吃的 做饭的是许敏的母亲 饭菜算得尚是丰盛 但是明镖吃得很是不爽 不为别的 就是许敏妈妈看她的那种眼光 就让她有些受不了 你吃饭的时候 有一个老太太不吃饭 一直拿眼睛看着你 任谁也吃不痛快 而且最可恶的是小菊这个丫头 趁着明镖不注意的时候 把明镖喜欢吃的两只鸡翅通通的都给吃光了 害得明镖围着那只鸡找了老半天 愣是没有发现鸡翅在那里 直到吃完了饭之后 打扫桌子 才在这个身体只有五岁的超级尾罗里的面前 发现了那两只鸡翅膀的残骸 当然 作为报复 明镖趁着徐敏和母亲在厨房刷碗的时候 好好地蹂躏了一下小菊 把小菊的脸蛋揉圆捏扁 看着小菊那想杀人的眼光 明镖那郁闷的心情一扫而空 你要是再敢捏我的脸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小菊皱着眉头 恨恨地看着明镖 只是这句话从一个扎着两个羊脚辫 脸蛋粉嫩粉嫩的五岁小姑娘的嘴里 用那稚嫩的铜音说出来 却是没有丝毫的威慑力 哦 我好怕 难道你要腻推我 明镖夸张地做了一个被惊吓到的表情 我 我 我 小菊想了半天 憋红了脸 蹦出了一句 我要告诉我妈妈 告诉我奶奶 你对我有不良企图 总是问我要不要吃巧克力棒棒糖 你去说吧 明镖无所谓地点上了一根香烟 看他们是相信你还是相信我 听到这句话 小菊很无奈地低下了头 没办法 这家伙现在在这个家里的地位直线上升 外婆就不用说了 一直将这个小子当作准女婿的对待 而妈妈妈 看吃饭的时候 看明镖的眼神就知道 恐怕现在已经被明镖迷得晕头转向 两个人绝对有什么奸情 翻来翻去 那几张报纸都快被明镖给翻烂了 无聊啊 明镖想要找点什么事情做做 小玉 小玉 明镖冲着礼物喊了起来 你电脑用完了没有啊 该给我玩一会儿了吧 你都趴在上面三天三夜了 自从明镖在办公室里面接上了宽带之后 内部电脑似乎已经不属于明镖的了 怀素每天都趴在电脑的前面 不停地在网上看着电影 怀素是鬼魂 自然也不需要休息 也不怕什么辐射近视之类的 反正明镖每天一进办公室 便看到怀素趴在那屏幕前面 跟着上面的男女主角哭哭笑笑 明镖有一个预感 这个月的电费恐怕是个不小的数字 幸亏当时办的宽带是包粘的 否则照着怀素这么个用法 恐怕是到了月底交钱的时候 明镖要把裤子都拿去当掉了 吵吵吵吵吵什么呀 怀素从洁白的墙壁中间伸过一个头来 脸上带着不耐烦的样子 我正看到精彩的部分 你叫我干嘛 那个 该给我看看了吧 明镖实在是搞不懂 这怀素怎么对看电影 看电视这么感兴趣 你都站着电脑三天三夜了 等着吧 怀素给了明镖一个白眼 只是从墙壁中间凭空伸出一个女人的头来 怎么看 怎么怪异 我还没看爽呢 你急什么 再说了 我还没有找你算账呢 你这什么破电脑 怎么看不了后面几季最新的Supernatural 啊 Supernatural的第五季嘛 我也想看 怎么看不了 明镖站起身来 我怎么知道 你弄的那个网根本就不好用 有人给我介绍了个好多的网站 说是能下到清晰的DVD版 可是你这个网络是一个网站都打不开 这不管我的事 明镖无奈地耸耸肩 PT被广电总局给封掉了 以后恐怕不能用了 啊 为什么 我还没有看完呢 我不管 我要看Supernatural 我要看露西法被放出来后面的情节 你给我去那个什么局的 跟他们说 给我把封掉的开开 呃 这个啊 这事我说了不算 把BT封掉的是民意 啊 据说有87.53%的人都支持封掉它 明镖有些尴尬的挠挠挠挠的 啊 啊 那些统一的人都是白痴吗 这么方便的东西 为什么要封掉它 因为人类都是疯子吗 告诉我 是谁投的统一票 我要半夜去找它问个清楚 怀素一脸疯狂的样子 明镖也是无可奈何 这个 这个 这个真的不关我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那87.53%的人都是哪来的 反正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 我不管 我不管 你给我找 我要半夜里去他家找他问个清楚 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怀素仍是一脸抓狂的样子 一个女鬼的头 凭空从墙壁里伸出来 一脸抓狂的样子 头不停的晃来晃去 看得明镖都感觉有些诡异了 就在明镖想要劝怀素不要去半夜吓唬人的时候 敲门声响起了 去去去去去 没工夫和你疯了 看来是有买卖上门了 明镖挥了挥手 示意怀素把头伸回去 虽然平常人是看不到怀素的 可是也不敢说有灵感特别强的人存在 若是被客户看到了自己这里有个女鬼的头从墙上伸出来 还不得吓晕过去 那明镖以后可就没法混了 怀素一脸的不情愿 撅着嘴巴 明镖实在没有办法 伸手硬是把怀素的头给推了回去 打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青年 穿着一件看上去价格不菲的夹克 戴着墨镜 模样有些憔悴 但是明镖一眼就看出来 这个青年最近一定是沾染上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他的天庭上笼罩着一层平常人看不到的黑气 这是被鬼缠上的现象 你好 请问是明先生吗 青年摘下了墨镜 眼圈黑黑的 似乎是严重缺乏睡眠 青年先是警惕的四臭看了看 那表情就像是受到惊吓的小兔子 我是听一个朋友说 你可以解决我的问题 一些不寻常的问题 明镖冲着那个青年露出了一个开心的笑容 请进来吧 我想你找对了地方 青年走进了明镖的办公室 仍然是警惕的四处打亮着 呼吸有些急促 似乎是在防备着什么 神情十分紧张 看到青年那惊慌的表情 明镖从大衣的口袋里面拿出了一张安神符 捏在手中 口中默念了几句 那张黄色的符咒便凭空地燃烧了起来 将燃尽的符灰放进一个一次性的杯子里面 明镖走到饮水机的旁边 将杯子中倒满了水 喝了它 你会感觉舒服一点 明镖将飘着符灰的水杯递给了那个青年 看到明镖露了这么一手 青年的脸上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似乎是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 他没有犹豫将那一杯浑浊的水一饮而尽 那水并不好喝 有些苦涩 还有些酸酸的味道 只是喝下肚子之后 青年感觉到一种很放心的感觉 一种安全感 这东西 他可是好几天都没有感觉到了 好了 先生 我想你现在应该感觉好一点了 请问怎么成活 明镖看到那位青年的眉宇之间 神情变得放松了一点 才缓缓地说道 我姓炎 我叫炎仲 青年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用急切的眼光看着明镖 请你一定要帮帮我 我已经快要崩溃了 请放心 我是专业人士 明镖露出了一个自信的笑容 自从身上的破解封印 一个一个地被解封 他感觉以前的那种 无畏无惧的自信 又回来了 炎先生 若是我没有看错的话 你应该是被一些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 而且纠缠了好几天 无法摆脱吧 是的 你说得太对了 说起这个 炎仲又紧张地四处看了看 这几天总是跟着我 不管我走到哪里 他都会跟着我 你可以放心 他没有跟到这里来 明镖笑了笑 不知道这个叫做炎仲的青年 若是知道 纠缠他的鬼魂没有跟来 可是在隔壁又有另外一个鬼魂的话 会不会吓得直接晕过去 你的委托 就是让我帮你摆脱掉那个东西的纠缠吗 是的 什么方法也好 多少钱也好 都不是问题 严重郑重地点了点头 只要是能让我摆脱掉它 我愿意出一万 而不是五万 十万都可以 明镖吹了一声口哨 这小子看来是有钱人呢 十万呢 看来干完这一单 真的可以买一辆小汽车来开开了 不用总是借许敏的车来开了 好的 只是在这之前 我有一个问题请你回答 明镖一脸严肃地看着严重 请问 你同意封杀BT吗 当然不 为什么这么问 严重被明镖突然冒出来的这么一个问题 问得莫名其妙 我还指望着BT看CSI呢 没什么 不必放在心上 明镖笑了笑 能够将事情的经过 详细地跟我说说吗 严先生 请具体地说一说 关于纠缠你的那个鬼的情况吧 明镖笑着对严重说道 说 说什么 严重一脸的迷茫 你不是专业人士吗 不是只要弄到福给我 或者是做个什么法术之类的 就都可以了吗 明镖露出了一个哭笑不得的神情 你说的那是街头卖一片钱 或者是电视上演的 糊弄人的东西 如果我不清楚地了解 关于纠缠你的那个女鬼的话 是无法帮你解决问题的 毕竟这种事情和生病一样 治疗也要对症下药啊 严重想了想 嗯 是个女鬼 一个穿着大红旗袍的女鬼 长得模样还算不错 就是脸色很苍白 嘴唇很红 还会发绿光 然后呢 明镖愣了一下 没想到这个家伙见到鬼之后 还能注意到那女鬼长相不错 看来这家伙怕是色狼中的极品了 虽然现在因为精神不足的黑眼圈 看得不是很清晰 明镖能够很清晰地辨别出 这个青年的眼睛 眼督下有一条纹 横伸出来 直至眼尾位置 而他的下巴突出来 像个勺子一般 虽然明镖对于橡树 当年研究的并不深 但是还是能够确定 这个严重是个好色的家伙 众欲望 经常对异性展开 极端而狂热的追求 千方百计地要打动对方 但往往追到手即抛弃 呃 没有然后了 就这么多 严重一脸的茫然 明镖一愣 没了 这么说 这女鬼你并不认识 当然不认识了 严重露出了奇怪的表情 我怎么会认识女鬼 虽然我的女朋友比较多 但是 我只对活着的女人感兴趣 会不会是你见过 但是忘记了 明镖提醒他 比如说 你以前的什么女朋友之类的 眼前的这个叫做严重的青年 样貌不错 而且出手大方 并且是一副的色狼模样 纠缠他的女鬼 是他抛弃过的女朋友 因为他的抛弃 自杀 然后变成了鬼魂 来纠缠他的可能性比较大 可是严重却是很确定的摇摇头 不可能 虽然我的女朋友很多 但是每一个我都能记得 说到这里 严重的表情有些自得 我记得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 电话 样貌 甚至连生日爱好都清清楚楚的记得 我很确定 纠缠我的那个女鬼 我从来也没有见过 是吗 明耀听到严重这么肯定 皱了皱眉头 那么你在出现这件事情之前 有没有到过什么特别的地方 做过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若是这么说来 严重不认识这个女鬼 那么应该跟男女之情不靠边了 那么最有可能的 就是严重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得罪了鬼魂 所以那个女鬼来找他算账 严重的表情变得有些奇怪 不应该做的事情 请问你指的是什么呀 比如说 呃 半夜去坟场 在别人的坟前 做了些什么不敬的事情 呃 骂人 撒尿之类的 或者是和朋友做了什么危险的灵异游戏之类的 严重摇了摇头 没有 绝对没有 我每天都要穿梭于不同的女朋友之间 没有那么多的空闲时间 做这些无聊的事情 名要低下了头 想了想 那就有些奇怪了 那个女鬼纠缠了你多久了 已经快要一个星期了 严重咽了一口唾沫 我每天晚上都不敢睡觉 那女鬼就像是到点上班一样 每天晚上过了十二点 就会出现在我的房间里 那么 那个女鬼有没有说过想要干什么呀 您要接着问道 一般的鬼魂之类的都会有一些执念 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目的的 不会无缘无故的纠缠活着的人的 严重的脸上满是惊恐 这个他倒是没说 他他他说他他要杀了我 名要听到严重的话 眉头皱了着 严重这种人 最容易招惹到的就是玉色鬼 这种鬼喜欢与好色之徒亲近 靠人与人交合的淫秽之物为实 若是遇到女人怀孕便会找机会钻入孕妇的腹中 腹体在胎儿身上形成鬼胎 胎儿一生下来便带着一股银邪之气 男的贪银好色 女的放荡不堪 但是这种鬼绝对不会做出想要杀人的举动来 若杀死了他跟着的人便没有了实物来源 玉色鬼不会做出这么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既然说要杀了严重 那么这个女鬼自然就不是玉色鬼之流了 名要皱了皱眉头 这倒是有些蹊跷了哈 他有没有说过为什么呀 我哪知道啊 我都被吓得不会说话了 严重被问得一阵苦笑 我是个正常人 在那种情况下 我可做不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上去和女鬼搭讪之类的事情 鬼魂出现在人面前时候的样子 一般是死前最后一刻的样子居多 若不是特殊的情况 一般不会变化 比如怀速献身的时候 大多都是穿着一身古代的工装 虽然有时候身上的衣服也会变成比较时尚一点的样子 但是毕竟怀速已经有了近两千年的道行 一般的鬼魂绝对不会像怀速这样 只是为了赶时髦 便耗费灵力 把自己的样子变一变 穿着旗袍的女鬼 那么恐怕应该是解放前死去的女人化成的 说起来应该也有五六十年近百年的鬼灵了 明耀有些奇怪啊 一个在人世上游荡了这么久的鬼魂 说起来是早就应该烟消云散了 毕竟这是阳间 充满了阳气 鬼魂每天在人世上游荡 身上的阴气会越来越弱 灵力也会慢慢的消散 最后的结局大都是灰飞烟灭 或者是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自己消散掉 或者是被地府的工作人员带走 最惨的结果便是因为害人之类的 被灵力能力者所消灭掉 怀速这种千年女鬼毕竟是个例外 怀速当年死的时候 魂魄被人用邪法 混在了班纸里面 地府的人无法把他的魂魄带走 而怀速也无法在阳间四处活动 只能待在小小的班纸里面 就是因为这样 怀速才可以保持灵力不散 而明耀的祖先 在一次无意之中 发现了怀速之后 将怀速交给了狸胖子的祖先 用特殊的养鬼方法来保持灵力 而且在漫长的时间里 怀速也慢慢地领悟到了特殊的修炼方法 可以自己从外界吸收灵力来加强自己 现在的怀速 与其说她是个女鬼 倒不如说是个妖怪 更贴切一点 毕竟她已经离着鬼魂的范畴有些远了 更加接近于妖怪 要知道 鬼魂只是一种能量 只会慢慢地消散 而不会从外界吸收灵力来修炼 只有人类和妖怪这种有着实体的种类才可以 很少能够有能够存在在这世上几十年的鬼魂 除非是死前怨气很重 能量太强 才能够保持长时间的在阳间活动 但就算是这样 恐怕二十年也就是极限了 但是像这种怨气很重的鬼魂 总是以报仇害人为目的 毕竟这种执念 是这种鬼魂存在的最根本目的 但往往这种能量太强的鬼魂 不是因为报了仇了 了结了心愿了 慢慢消散 便是被灵能力者发现 为了防止它害人给消灭掉了 一般的鬼魂 最多能够在这世上游荡个三五年 便会慢慢地消散不见了 一个在世上存在了几十年的女鬼 有两个可能 一是有灵能力者来帮忙 鬼魂不散 二便是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可以依附 来维持自己的灵力 明耀对这个女鬼很感兴趣 只是这个女鬼为什么要杀严重 明耀却搞不明白她的目的 一个存在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女鬼 严重不可能是她报仇的对象 严重看上去不过才二十几岁 是一个正常的人类 而那个女鬼死的时候 严重还没出生呢 若说这个仇人是严重的祖先的话 还说得过去 鬼魂都是凭借着生前的记忆的 若是严重的长辈和严重的样子长得很像 那鬼魂凭借着长相认错了人来报仇 也是有可能的 明耀看着严重问道 我想问一下 你们家的长辈有没有和你的长相长得特别像的 比如说你的爷爷或者是曾爷爷那一辈的 严重想了想 这个应该是没有吧 我和我老爹都长得不太像 我的长相比较随我老娘 明耀点了点头 几代人下来 恐怕原先的血缘已经很淡了 恐怕那只女鬼只凭借着长相 是无法分辨严重的血缘的 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 那么便有了另一个可能 有像犁胖子这样的养鬼人 指使着那个女鬼来杀严重 那么严先生 我想请你好好的想一想 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或者是和什么人有大仇 那种想杀了你的仇恨 特别是像我这种和鬼魂打交道的一类人 明耀接着问道 呦身仇大恨 不可能啊 我人缘很好的 严重仔细地想了想 而且我也不认识什么像你这种什么灵异人士 不认识 明耀愣了愣 那么我倒是很好奇 那个女鬼说要杀了你 为什么你能够活着了 明耀证了证身子 说我直言 若是一个鬼魂真的想要杀死一个在睡梦中的人 这并不是什么难事 若是真的有养鬼人 指使女鬼杀人 而严重 又没有什么高人帮忙 他是不可能活到现在的 已经一个星期了 想要杀死一个睡着的人 对鬼来说 简直比抠抠鼻孔 还要简单 全靠了这个 严重解下了外面的外套 露出了一条平凡无奇的红色皮带 金属的皮带上面 什么图案都没有 但是明耀却隐约看到了 上面有着不易发觉的灵光闪过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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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